甄维斯一指声名干得漂亮 王一博的代言直接赢妈了 销量瞬间飙升 看似无望之灾 结果反客为主 直接接住了这破天的富贵 怎么到了王一博这里 总会有点扭转乾坤的大格局 这个真是厉害了 这次甄维斯真是赢了一把 就在这个购物节 妥妥的大赢家 起因就是一个打着甄维斯名号的店铺出售衣服 侵权别人的图标不说 还打着甄维斯的品牌 结果被举报 这个时候 甄维斯发现后 直接甩出一指声名 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早知道这天是双十一 商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忙着卖货 没想到甄维斯就这么水淋淋上了热搜 顺带着维护了自己品牌权益 看似有些不太友好的一个举动 可是背后带来的利益 恐怕只有甄维斯自己偷笑了吧 一时间好多人都冲进了甄维斯店铺 有人发现 他家的衣服居然这么亲民化 价格不高 再加上以前有着品质保障 更重要的是王一博代言 这个行走的时尚潮流达人 瞬间带飞了销量 是不是有点误打误撞 破天的富贵就这么轻松地掉了进来 有种你接不接都要接住的节奏 跟别提王一博的粉丝 他们看到代言人的品牌受了这么大委屈 更是大手一挥 给你来一个糖果 有人发现 一件衣服居然24小时内 就轻松卖出了5000多件 更别提整个店铺了 销量瞬间飙升 果然是王一博的摩托大军 从不让你跌到地上 没办法 这已经不是一次了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确实厉害 他代言的品牌 如今更注重品质 也开启了国货之路 亲民化的路线 更逐渐年轻化的转型 甄维斯这次虽然说无望之灾 可是维护了自身品牌形象同时 还顺带着干飞了销量 一举两得 起码让大家再度看到了这个昔日的线下顶流 原来他还在 我们都是穿着他衣服长大的 同时恭喜一下王一博代言的鸭鸭 直接拿下服饰内衣绑衣 这也是继去年一天干出来两个亿的继续 请对代言人 就是让你直接横着走 任何的好与不好 在这个孩子这里总会变成好的 就是这么有意思 你说让我怎么说好呢 说不完 根本说不完